咱们再去用到真人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结构契合到真人的形态上面 没有一成不变的形 那现在它这个位置呢 还是有一些脂肪堆在这里的 所以说它影响了一个胸肌的一个倒形 有的时候咱们看到啊 在锁骨的下边有一些肋骨 有一些肋骨的倒形 就是胸肌比较薄 没有把骨盒完全覆盖掉 这个位置呢 它会容易形成一个倒着的五边形 或者说倒着像一个小房子一个形状的骨头露出来 因为上胸的肌肉呢 用不到这一块 很少用到这一块肌肉 所以说这块肌肉呢 它就比较懒惰 它就没有长起来 那像专业的健身和健美的人呢 它每一块肌肉它都会去充分练 所以说它的肌肉会比较明显 每一块都比较明显 但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画到的人 或者所看到的人 它并不全都是见过身的 那么每一块肌肉的造型 它就会有一些区别 它就会不一样 这是一个变量 只要有这方面的理解